現時公屋的輪候時間平均約5.7年 網上不時有年輕人發表躺平的言論 鼓勵大家18歲開始申請排公屋 近年公屋的申請者出現高學歷、年輕化的跡象 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二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就說 年輕人應該為自己的理想發展 所以我奉勸年輕人應該為自己的理想去發展 如果你是將自己的可能性 將自己的夢想只是因為一個公屋的供應 而是浪費了 我相信會是後悔的 我覺得當然居所是一個重要性 但是自己的可能是發展的潛能 發展的機遇 不要單單只是因為一個公屋而白費了 因為很可能你的最終成績和成果 是你這個公屋所給你的一百倍 甚至是無限的 這些公屋所給我 這一個公屋的心理 你這一個公屋的心理 你守住 可是 你是否這一個公屋的心理 你再降到這一個公屋的心理